配合吉安乡公所缤纷吉安我的家 孩子的生活教室 乡土教学计划 乡长游淑珍与泰昌国小副社幼儿园的师生 日前来到乡内的农天间 体验栽彩吉安四宝龙须菜的田园了 泰昌富佑以乡土教学计划社区啪啪走 让孩子亲自走进社区 加深对家乡文化和物产的认识 幼儿园主任李玉如感谢乡公所的用心 积极推动幼儿乡土教案研发 也给予经费上的大力挹注 首先要感谢吉安乡公所 他们为我们幼儿园争取了许多的 关于乡土认识吉安乡 乡土文化的这些教材 那他给我们很多的经费 支持我们吉安乡公司的幼儿园 那龙须菜是吉安四宝之一 那我们特别就找了许多的农夫 让孩子们实际可以下到田里面 体验采龙须菜 认识龙须菜 就是吉安乡的这个四宝当中很重要的农作物 所以我们接洽了许多的农田 那感谢我们的农夫张小姐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愿意支持我们 谢谢他 真的很感谢他愿意让我们体验采这个龙须菜 吉安乡长游淑珍表示 乡公所争取文化部推动社区营造及春落文化发展计划 西手乡境内的公私立幼儿园 发挥创意建构乡土交案 让教育可以在地化 也激发孩子们对生活环境的观察力好奇心 营造充满地方情感的成长学习环境 吉安乡土文化向下扎根 来田园认识吉安四宝 享受着太阳跟芬芳的绿草的味道 我们相信孩子来亲手摘龙须菜 知道农民的心安 享受着烈日艳养 体会到农民的这样的一个努力 希望未来开启的是 针对农民的感恩教育 也能够带来喜福这样的一个感恩 我们相信吉安面对于 大大小小老老少少 都能够开启一个最适性的教学课程 以及社会氛围的共荣 在老师引导之下 小朋友们穿梭在田间栽采着龙须菜 虽然技术不成熟 但是采在农田当中感受阳光的热度 也让孩子们能够体悟到农夫的辛苦 更要懂得珍惜食物 感谢大地赐予的恩典 这里会接下来相报道